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父母也是做艺术的 因此他们的影响对我比较大 首先就可能从作品的外形上来看 颜色上我可能更多采用一种国画的绘画方式去上色 当然这是我作品中对受父母影响比较大的一方面 首先是一个审美一个修养 我在美术学院接受可能各种流派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 无论是装置雕塑绘画或者甚至是当代艺术 那么首先是一个审美修养 现在我们比较崇尚游记入义 因此技术的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再次就是美术学院给我的一种自信 然后能让我非常从容地面对一个作品 或者非常从容地面对一种审美 如果说最崇拜的画家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宋代的一些山水画 当然可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画家 如果说的话可能就是放宽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画家 因为首先他表达的那种意境 在大山当中人与自然的一种状态 然后再次如果说到西方的话 我可能比较喜欢伦伯朗 首先是他人物画的一种大气 再次他对人物对肖像画的一个非常传实的表达 我现在的这些作品延续我以前本科时期做的那些创作 更多源于生活中让我更打动我的一些人物 或者一些场景 因此我用这种木雕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或者说用我的一个语言来把它们呈现出来 我的作品更多是对生活中的一些人物的一个表达 可能这里面有我的同学 有我的学生 以及我的朋友 然后当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或者说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有一些非常有意思 或者我觉得比较美好的瞬间 然后我就想把它们雕刻出来 因此就是这些形式基本上都是写实的人像 然后瞬间的一个表情 我想表达那种生动感和那种趣味 题材可能也是人像题材 但是更多了想表达了是更加相对新颖一些的概念 比如说我最近比较感兴趣是 如何在这种具象造型当中表达一种相对抽象的一种意境 或一种感觉 然后用一种饱满的轮廓 或者说一种相对抽象一些的造型去表达一个人物 这样的证明 这种感觉 可以有效应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既然不会显到神家 而这种感觉 不要真相对 你没关系 是否 虚人